那基本上我都會有一個那個課程上課的內容大概上哪些東西 比如上禮拜的部分 我們是講到有關那個比如說比較重要是那個人事芬蘭 人事芬蘭那個範例 那裡面會用到幾個比較重要的函數 就像Column Row跟那個Index 他用Mid去做切割 再來呢當然也介紹一個叫Replace的函數 那另外還有Interact的函數等等的 那其他的話呢當然呢我們課程裡面很重要一環就是可以把函數的邏輯 可以把它轉為VBA 那這部分的話當然我們有在這邊有做一個說明 那其他還有像 提到有關就是說呢你想要了解那個VBA裡面 像在VBA裡面撰寫程式 裡面會引用到一些函數 他當然有一些長的跟那個Excel很像 可是不完全相同 VBA裡面的函數 其實數量沒有Excel那麼多 所以上禮拜有提到啦 就是其實主要 就是按那個打個VBA點 然後你可以用選的裡面大概100多個 如果你要查詢那個VBA的函數的話你可以按F1 他可以做那個 函數說明的查詢 那其他的話當然你還可以引用什麼 引用那個 在VBA裡面呢一樣可以把Excel的函數拿來用 不過呢那個引用的方式比較複雜 你可能要先打一個Application 點 Worksheet function 再點他會把那個Excel所有的內建函數都列出來 大概250幾個 那使用的方法其實 也都跟用Excel裡面函數 VBA裡面函數是一樣的 但是 這個可能要稍微習慣一下啦 那這個主要 用意就是說 以後如果你在撰寫VBA程式的時候 你就會有更多的資源 因為呢你用函數喔他可以很快幫你解決某些問題 但是如果沒有的話你可能就要自己去動手去寫喔 那其他還有像把四欄 恢復成單欄的話 裡面可以用到INT跟MOD這兩個函數 那這兩個數學函數呢 當然比較 尤其是MOD比較少用 少用不代表 他 不重要 在很關鍵的時刻喔 你可以用MOD可以產生12341234 有沒有 那INT的話呢可以產生什麼產生 4個1 4個2 4個3 有沒有 那這個地方的話呢應該還有影響 如果忘記了 請各位參考一下 雲端白板上面都有答案 那我有一套 自己的一個公式 比如說產生4個1 那我就先把他現在所在的Raw 把它歸零 歸零之後除以比如說4欄就除以4 那最後呢他會是零開頭 所以把它加1 加1的話呢就從1開始 那類似有這些方法 我想這個部分提供給各位參考 那有些細節假如你忘記喔 底下都會有一個完整的影片啦 你就是自己再回去看看吧 當然很多東西啦 說真的 尤其像VBA程式的部分 你聽一次就懂喔 可能不是那麼容易啦 不過 我也把它錄下來 那這 比較是確保我們上課的品質 因為有些東西啊 真的聽一次就懂喔 真的除非你自己本身程度已經相當相當相當的好 不然的話喔 可能你聽一次很多地方漏掉了 那怎麼辦 沒有關係 記得回去一定要反覆聽講 聽到會為止 所以我會把它錄下來 主要是希望真的可以 把你們交會啦 希望你們能夠在工作裡面呢 能夠把它應用出來 真的能夠提高工作效率 好那這部分的話呢 是上禮拜的重點 那今天的話呢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在我們的雲端白板裡面喔 有一類似 綜合的高階函數的綜合範例啦 那裡面當然有很多題 不過今天因為時間關係 沒辦法講那麼多題 也許我們就講那個 有關銷貨單部分吧 這銷貨單也是 最多同學希望能夠了解的 那這個範例裡面呢 主要就是你打開這個銷貨單的範例喔 我們主要是希望怎麼樣 很多地方 像單號 比如說你填的這個單號 理論上是自動產生的 那還有這邊的日期 訂單日期最好是什麼 最好是你可以 比如說呢 可以透過什麼呢 透過這個地方 下拉清單 比如說呢 他只要什麼 選取 他是極限 普通鑑 普通鑑還是最速鑑 底下都有提示 如果是 這個什麼呢 普通鑑的話呢 那當然就是 5天 意思就是說呢 今天的日期 5天之後 那所以你選了這個 下拉清單 他應該會自動幫你帶出 是 5天之後的日期 但是呢 會有個問題 你們 是不是 6日 禮拜6禮拜天 有沒有上班 另外的話 有沒有國定假日 OK 可能會有這個問題 不然的話你5天之後 當然加5是OK 可是問題 沒有上班 那當然你 獲送到 也是 會有問題 所以怎麼辦呢 理論上應該 要避開 禮拜6禮拜天 甚至最好是能夠 避開國定假日 那這個時候你就要想到 有哪一個函數 可以幫我們做到這一點 前面好像在那個日期函數裡面有 有一個 有沒有 給我個名字一下 叫我什麼 Walkday的 他Walkday的話就可以幫我做到這 但是問題我的需求是 當我下拉清單之後 自動幫我產生這個日期 OK 另外第二個是 這邊有個客戶 客戶的話我希望能夠下拉清單 比如說我今天這邊有個客戶的清單 那以後呢 我自動抓到編號 當我選擇一個編號之後自動幫我帶出其他 其他資料 有沒有 這些資料 自動帶出來 另外呢當然 最好是下拉清單可以自己維護 比如說你今天有004 可是如果005 那自動應該可以 自動update才對啦 不然的話你不可能說每一次都還要再 重新再去更新一下那個範圍 那不就很麻煩 所以我們什麼方式另外還有一個就是 最好是按delete的鍵 這邊也會自動消失 有沒有比如說我今天選 其中一個他自動帶 但是如果我把它刪掉 他應該也要自動刪掉才對 當然我就選了一個 比如說 某一位 客戶 打電話來了 那我請他 你的客戶編號多少 他就給我 那我就幫他選了 選了之後的話 再來請問一下你要什麼東西 最好是什麼呢 他有一個 訂單 他有商品編號 反正一般都看編號 或者是說你可能 現在有barcode機 反正就是輸入那個商品編號之後 一樣帶出序號 品名 跟單價 然後你隨便問他說 那你要多少個 你要三個 他自動幫你把它小記 那選了一個 選了兩個 然後呢 這個地方幾個 OK 那你會發現呢 當這個地方 有個小記 之後呢 上面呢 也會自動幫你把銷售的總額帶出來 OK那這樣的話 最後你需要什麼 按個 訂購 或者是新增 那我們當然訂完之後呢 希望一定是把資料存起來 然後呢 把這個銷售單 清空 清空之後最好這個單 自動幫我加1 因為呢如果單號自己打上去的話 很容易打錯 而且單號打錯麻煩 比如說你重複單號 不行 一定是不行 所以盡量是什麼 盡量是自動幫我加1 哎 所以我們的需求是這樣 我把什麼呢 把這些資料 通通存在銷貨明細裡面 哎有沒有 所以後面的話呢有一個是 雙門存資料 有點像 把Excel拿來當資料庫用 實際上它就是一個資料庫裡面的資料表的用途 那我把哪一些欄位呢 把A到H 假如說我今天希望儲存 A到H這些資料的話 包含什麼的單號 他的訂單的日期 或是等等 到銷售選額 好 我希望他幫我把資料填上去之後 並且呢 幫我把這些資料清空 然後呢把單號自動加1 如果我有這種需求的話 我demo一下 類似這樣 訂購一下 那你會發現有沒有 按下去之後 這個單號呢自動加1 其他資料就刪掉了 OK 那另外還有一個 就是說 這邊的資料裡面 幾乎整個表單都保護了 為什麼因為不能讓使用者亂修改 OK所以呢基本上只有白色的區域 是可以變動的 其他的區域呢我都把它保護起來了 好啊這樣的好處就是說以後 就比較不會有問題 我前面講過 盡量把那個 可能發生問題的部分 盡量 把它限制起來 那也會減少很多的麻煩 因為使用者的操作習慣 真的非常的不好 沒有問題的都會變有問題了 反正他就無聊就試一下 那盡量你就保護 所以 消貨單的重點大概會有幾個 第一階段呢我們就是先做出一個 消貨單的介面 自動化 第二個的話呢再來討論說如果按一下訂購 我希望能夠把資料幫我帶到消貨明細這邊 增加一筆記錄 並且怎麼樣呢 自動幫我把資料清空 然後呢單號幫我加一 OK 最後再來討論就是說資料呢 我希望把它全部保護起來 不要讓使用者亂動 大概會有這些東西 請各位呢也許先開啟那個消貨單這個範例 那待會我們一個一個 分別來完成 大概這個 消貨單 或者你們可以開啟 在範例檔裡面有個消貨單 然後 解答的話這邊也有啦 所以我的習慣一定會有個練習檔 一定會有一個這個 程式碼就是裡面會用到的一些 畫面 OK 請各位先試一下好了 畫面先還給各位 先把那個消貨單的部分呢先打開